這一批是天然巴西的黃水晶 巴西黃水晶的部分 我有出證書 抽樣注證書 它這邊會寫水晶 然後這邊寫黃色 巴西黃水晶梯 部分它是比較 巴西黃水晶梯梯梯會比較清透 然後有幾個迷數 然後就是迷數內隨機出貨 那我這邊有 有挑三條 這個 這三條是 我覺得差一點點的 那这三条部分再另外做特价 那先让你们看一下 这是天然的巴西王水晶 没有注胶的哦 你看这个打直光灯的话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那个 荧光反应 都是很正常的 那而且这一手的客价 就是拿的很便宜啦 就是有简陋到 这一手的部分 然后就是给大家也是 便宜来我就便宜走 那就是尺寸内部挑随机出货 那可以这一手的话 现在手上这个是巴咪的 天然的巴西王水晶 然后有一些带阿赛 但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共生矿黑点 然后有黑点的部分的话 已经挑了 这三条的话可能 就是有一点点黑点 有没有 这三条有挑起来 比差会差一点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一手 这三条的话是七咪的 没什么黑点 这可能我要打个白光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 哎 怎么打的光看起来更黄 反正它那个食品的部分 是属于比较清清透透的 这样子 这样 然后过来是 这边还有一手 这是 九咪吧 九咪 这种巴西王水晶的部分的话 是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吧 也是属于比较仙气的颜色 你如果是配 经典流行的 不是流行的 经典的九指离火 如果你配比较仙气的紫色的话 或者是乌拉龟紫色的话 也都是可以搭起来的 也都是挺好搭的 停止 颜色的软静 再当你比较味壮的 继续 准备 继续 结果